主治医生对前阿姨的儿子说,只剩下两天时间了,你可以回去好好准备后事,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前阿姨的病情被诊断为胃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附近关键血管和淋巴结,但幸好其他重要脏器尚未受到影响,医生建议她立即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手术的原则是彻底切除肿瘤,并清除周围脏器中的转移癌细胞。 手术非常成功,随后在医院观察了一段时间后返回家中休养,每隔几天就要返回医院接受化疗。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前阿姨的病情突然恶化,经医生检查后告知家属,表示时间不多了, 建议他们好好陪伴病人。果然,在两天后,前阿姨离开了人世,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 但是作为家属,短时间内依旧接受不了,尤其是家中有亲人发生的重大疾病。 在医院手术室门口等待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医生口中说情况不太乐观,或者是下病危通知书。 有一些人在难过的同时也会非常好奇,医生是怎么判断患者的寿命将近的呢? 尤其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老人去医院的时候,医生都会说可能是这一两天的事,难道医生能掐会算吗? 还能算准了到底哪一天会去世? 一、病人将在一两天内死亡,医生是怎么知道的? 其实这并不玄乎,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病人心脏停止跳动,也就意味着生命走向终结。 但是如果病人的心脏并没有停止跳动,但是呼吸比较微弱,各项指标也比较差。 即便是这样,医生是如何判断他们会在这一两天内死亡呢? 其实有多年行医经验的医生,他们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判断,八九不离时,但是一般也不会直接告诉家属这句话,导致死亡的原因有很多。 死亡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对于急性死亡,比如猝死,意外事故,这种是谁也无法预测的。 医生之所以可以准确预知病人会在一两天内死亡,是根据临床的特征。 因为病人在不同的阶段就会有一些特征,有经验的医生会根据这些象征性的表现而判断出死亡的时间。 1. 生命体征 生命体征是最基本的生命指标,包括血压、呼吸、心率、脉搏等。 任何一项指标异常,出现持续衰弱,且通过一些救治措施也无法改善时,这样就离去世不远了。 血压如果一直下降,比如收缩压小于90毫米拱柱,疏张压小于60毫米拱柱,药物等治疗都无法实现回生。 如果还伴随着大汗淋漓、四肢冰凉、意识不清等情况,这多半命不久矣。 2. 检查指标 当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些关键的检查指标也会给我们发出生命到头的预警。 比如有严重的心衰、恶性心率失常等等,或者肾脏方面有急性肾衰竭、肌肝尿素诞生的特别高等,都比较危险。 3. 临床经验 医生接触过大量的临床案例之后,经验越来越丰富。 判断的时间也越来越准确。 医生会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查体情况以及检查情况,对于患者最终的结果,就会了然于心。 2. 真的有回光返照吗? 为什么会出现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一词源于五灯会员。 道开禅师,原意为自我反省,先被引申为事物消逝前的短暂活跃。 回光返照也就是一种转好的假象。 一般有经验的人都会判断出来,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就会立马给病人安排后事。 而没有经验的人可能以为病人的病情好转,还会非常高兴。 事实上,临终病人出现回光返照,就像日落一样。 太阳落下地平线后,由于光线的反射作用,天空在短时间内被照得很亮。 但时间不会很长,就突然暗了下来。 之所以会出现回光返照,是因为肾上腺分泌的激素所导致的。 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心肺功能衰竭,缺血缺氧这种应急状态会给大脑发出求救信号。 大脑就会启动应急预暗。 大脑皮质只是肾上腺皮质和水质分泌诸多激素。 这些激素就会调动全身的一切积极因素,使病人由昏迷转为清醒。 给人一种好转的假象,肾上腺激素包括糖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水质分泌的激素。 糖皮质激素具有抗炎、抗毒素、抗休克、抗过敏等作用。 这种激素可以迅速缓解症状,帮助病人度过危险期。 水质激素可以让心脏兴奋、血管收缩。 血压升高,所以临床上抢救休克或者是心跳呼吸停止的病人, 一般会注射肾上腺激素,想要通过药物帮助病人恢复心跳。 除了肾上腺激素之外,体内残存的三磷酸腺肝会迅速转化为二磷酸腺肝, 释放出储存的能量,也会让最终身体各部分获得能量, 突然出现了力量增强、食欲增加、神智清晰的现象。 不过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并不会持续太久, 各个器官已经游进灯窟,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病人临终前都会出现回光返照。 一般回光返照会出现在长期慢性疾病的人身上, 对于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比如猝死中风、心梗、脑梗等等疾病是不会出现回光返照的。 三、亲人在临终前。 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亲人临终前,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过度治疗,挽回患者生命, 但往往这样会加重患者痛苦程度,在患者弥留之际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事实上,在亲人临终前,做这些事情更有意义。 当亲人临走前出现喘气困难的情况, 往往是因为器官衰竭造成的呼吸困难, 此时家属可以开窗通风。 不要过度急剧,如果患者觉得冷, 是因为血液循环变差导致的体温骤降, 被子该再多也无法缓解,反而会加重身体重量。 其实正确做法是适当加减被褥, 可以帮他们按揉一下手脚,或者擦拭一下身体, 改善他们的血液循环。 临终的人最后阶段都会出现进食困难的情况。 所以即使这时候患者不想吃东西, 也不要强迫他们吃,尊重他们的意愿, 必要时可以用棉签沾水涂抹在嘴唇上, 解决嘴唇干燥的情况, 让临终的人更舒适地走, 也许是作为家人最后能做的事情。 此外,可以在病人弥留之际多说说话, 他们虽然肢体无法回应, 但是依然能听到外界的声音。 有什么平时说不出口的话别空流遗憾, 如果是癌症晚期患者所经历的癌痛, 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症状之一, 给予他们巨大的身心折磨, 以至于很多患者为了缓解疼痛而渴望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绝对不能吝啬给予患者注射止痛药, 不必过分担心药物可能会上瘾等问题。 最关键的是减轻患者的苦楚。 当身体的各项机能逐渐衰退时, 病人的意识也会变得模糊不清, 并陷入长时间的昏睡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无需试图唤醒他们。 如果能够在安详的睡眠中离世, 那也是件好事。 随着接近死亡, 器官功能会逐渐减退, 导致喉咙和肺部积聚的分泌物 无法顺利排出, 造成声音发出时呼吸困难的现象。 临床上称之为死亡咆哮音, 在出现这种声音时, 可以尝试提高患者的头部位置 或清理呼吸道内的分泌物。 我们建议在安宁病房, 应充分尊重临终病人的家属, 让他们给予病人足够的空间和机会 表达自己的想法, 并决定他们在临终前 如何度过最后的时光。 在这个关键阶段, 我们将以病人的意愿为主导, 在生命旅程的终章, 有些细微的变化, 悄然预示着终点的临近。 这不仅是医学领域的一个挑战, 也是对人性、 情感与生命尊严的深刻考量。 面对这一刻, 医师通过观察一系列非言语的信号, 如呼吸的节奏变化, 生理指标的微妙转变, 以及肢体的温度降低, 来预感生命之灯即将熄灭。 这些信号虽然不发一言, 却讲述了生命即将结束的故事。